各位觀眾朋友們好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是紐約時間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八點 我們再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財經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為您介紹有關中共四中全會的最新情況 現在這一屆全會已經閉幕了 我們也從新華社官方客戶端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 可能讓有一些觀眾朋友們覺得失望的就是 公報中並沒有出現重大的人事變動 更沒有出現所謂接班人問題等等等等 但是公報中的確有一處人事調整 根據新華社消息 全會按照黨章規定決定地補中央候補委員馬政武 還有馬偉銘為中央委員 同時公報中寫道 全會審議並且通過了中央紀委關於劉士宇同志嚴重違紀違法的審查報告 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給劉士宇同志留黨查看兩年的處分 這呢是中共十九大後首次地補中央委員 中共十九大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閉幕 當時選舉出二百零四名委員 一百七十二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而根據新華社報道出席這次全會的一共有中央委員二百零二人 候補中央委員一百六十九人 中央紀委檢察委常務委員會委員 還有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而黨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層同志 還有專家學者也列席會議 兩名地補的中央委員均為技術型幹部 馬政武現任中國融通集團總經理 而馬偉銘現任海軍工程大學傳建綜合電力技術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主任 長期在央企任職的馬政武現年五十六歲 從二零零一年起開始擔任中國成通常務副總裁董事長 期間也曾兼任中國鐵務總經理 而在二零一九年二月中國成通公部 因為馬政武調任重要崗位 免去其中國成通黨委書記還有董事長職務 而此後馬政武出任新設大型央企中國融通集團總經理 而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偉銘現任海軍工程大學 傳建綜合電力技術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主任 目前是中國科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馬偉銘現年五十九歲是江蘇洋中人 長期致力於傳建電力系統研究 是中國潛艇發動機設計專家 馬政武和馬偉銘列席是不缺劉士魚 還有鄭曉松的中央委員職務 二零一九年五月時任全國縱銷合作社理事會主任 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劉士魚主動投案 配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審查調查 是第一個被查的十九屆中央委員 而在十月初劉士魚被給予留黨查看兩年處分 由國家監委給予其行政政務撤職處分 降為一級調研員 而二零一八年十月時任澳門中聯辦主任 鄭曉松因患抑鬱症在澳門住所墜樓身亡 享年五十九歲 澳門中聯辦的副稿稱 鄭曉松身患疾病仍然忘我工作 為一國兩制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根據記者統計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至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二十年間 總計十三人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分別是十四屆的陳希同十五屆的王雪斌李兆斌李佳妍 徐鵬行許運宏十六屆的田鳳山杜世成陳良宇 十七屆的余佑君康日新薄熙來劉志君 而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落馬數量遠遠超過前面四屆的總和 自從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屆四中全會至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屆七中全會 總計有三十五人受到開除黨籍處分 包括十八名中央委員十七名中央候補委員 同時自十八屆四中全會至七中全會一共逮捕了十九名中央委員 其中十八屆五中全會逮捕為中央委員的陳志榮因病逝世 所以十八屆六中全會逮捕了兩名中央委員 所以我們看到四中全會雖然是出現了一些人事變動 但是一般都是地補也就是常規性質的人事更迭 並沒有涉及之前很多網絡媒體 包括一些嚴肅媒體猜測或者是預計的重大人事變動 接下來再為您帶來有關中美貿易協議的最新消息 這條消息來自彭博社 文章介紹說儘管兩國即將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但是中國官員仍對與美國達成全面長期協議 表示懷疑知情人士表示 在最近幾周與北京還有其他對話者的私人對話中 中國官員警告說他們不會在最棘手的問題上屈服 他們仍然對唐納德川普總統的衝動 以及他說雙方都想在未來幾周簽署有限協議 但是也有可能中途退出的風險感到擔憂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聚集在北京參加重要的政治會議 會議在本週四結束 但是在全會之前召開的會議上有一些官員對未來的談判 甚至有可能會產生有意義的期望 都給予了較低的想法 或者除非美國願意削減更多關稅 而知情人表示他們敦促美國說客 將這樣一個信息傳達回華盛頓 智利總統皮尼拉在周三宣布 由於該國的社會動盪取消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舉行的亞太金河組織峰會 川普還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希望舉行這樣一個峰會 這引發了另外一個障礙 白宮發言人在周三表示在取消的消息出現後 美國政府仍然致力於在同一時間框架內完成與中國的歷史性貿易協議的第一階段 而根據川普政府的說法 第一階段旨在達成一項更全面的協議 其中涉及比擬定的初始階段包含內容更多的經濟改革 但是中國官員對這樣的說法表示懷疑 稱這將要求美國撤回從中國進口的大概三千六百億美元商品所徵收的關稅 但是許多人認為川普並沒有做好準備這樣做 而熟悉中方立場的人士表示 關稅並不必全部取消 但是必須成為下一階段討論的一部分 知情人士表示中國還希望川普取消新一輪的進口稅 這些稅務將在十二月十五日開始 主要針對的是美國消費者的最愛 比如智能手機還有玩具等等 中國希望把這變為第一階段交易的一部分 而有一位熟悉會談的中國官員表示 北京是開放態度的 並願意在初始階段之後繼續進行談判 但是雙方都認識到就美國正在推動的深刻的結構性改革達成協議 那將非常困難 而中國幾個月來一直表示 最終的協議必須包括取消所有懲罰性關稅 並且對諸如國有企業改革等可能危害共產黨掌權的事項持反對態度 而習近平接受保持任何懲罰性關稅協議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該黨的民族主義者會通過國家媒體社論向他施壓 以避免簽署不平等條約 否則會使人聯想到與殖民國簽署的那些條約 而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還有他的團隊一直拒絕發表評論 但是他們堅持認為在貿易戰初期對價值兩千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可以長期維持 以作為確保執行的一種方式 而談判未來的問題也反映了美國戰略的變化 在夏季增加對中國的關稅還有壓力 並說他只會為一項全面協議努力之後 川普於十月轉向了分布實施的方法 而談判者仍在努力確定第一階段 預計將包括對中國恢復美國農產品 還有飛機等其他產品的購買 預計協議還將包括中國承諾保護美國知識產權 以及雙方達成的不操縱本國貨幣的協議 而作為回報 川普同意不繼續對十月十五日的關稅進行上調 而白宮助理們也提出了取消十二月二十五日關稅的可能性 但是如今正在形成的交易缺少許多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比如改變政府補貼制度 中國公司授予川普政府以及美國企業一直在尋求的問題 川普試圖通過在未來階段解決更棘手的問題 來避免批評他從中國並沒有得到什麼 他在本月對記者表示 第二階段的談判將在第一階段協議結束後立即開始 然而採取分階段的做法也凸顯了中國對許多美國要求的抵制 以及白宮做出讓步也就是放棄在解決所有棘手問題之前不達成協議這樣一個強硬立場 普拉薩德表示即使確實進入了第一階段的協議 那麼第二階段也將變得更加困難 因為所有真正棘手的問題都被推遲了 而在最近與中國高級決策者的對話中 普拉薩德表示他們表達的共同主題是持懷疑態度 他說他們非常悲觀 他們擔心川普談判達成任何協議最後都可能突然破裂 即使川普宣布與中國首席談判代表劉鶴副總理達成實質性的第一階段協議 並承諾擴大兩國關係 作為他所謂的愛情盛宴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分歧也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在閉門會議上其實雙方的心情都並不那麼好 接近會談的人士說 雙方仍在辯論如何在各階段之間分配問題 在允許記者進入會議的幾分鐘前 雙方還在討論到底應該宣布什麼樣的事項 而川普在媒體上宣布這項交易可能涉及多達三個階段 而劉鶴則拒絕透露細節 他表示正確的經濟關係對中國美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有益的 我們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邁進很多 而中國商務部沒有立即回應傳真請求 要求求貿易談判發表評論 但是有一位前官員表示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美國的需求太多 比如堅持所謂的要改變中國經濟模式的結構性變化 那麼可能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內就不可能完成交易 前商務部的官員劉曉明這樣表示 他還說除此之外中國希望儘快達成協議 儘管一項完整的協議將包括取消所有懲罰性關稅 這與川普政府準備提供的目標條件相去甚遠 普拉薩德表示人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共識 下面再為您帶來跟中國商用5G相關的一條消息 這條消息來自華爾街日報 文章介紹說中國計劃在周五也就是明天啟動首批5G網絡 這將為中國在部署這種超高速蜂窩技術方面領先其他國家奠定基礎 而5G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科技競賽的核心 工信部副部長陳兆雄 周四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表示 中國三大國有無線運營商分別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 還有中國聯通的5G商用服務將在北京和上海等約五十個主要城市啟動 這將使那些擁有5G智能手機的用戶可以訂購5G網絡服務 目前能與5G網絡兼容的智能手機還比較少 雖然美國和韓國的無線運營商推出5G服務已經有數月 但是外界預計中國將在未來幾週內實現超越 中國政府已經把建設5G作為一項國家重點任務 為確保中國三大無線運營商能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這樣想技術 中國政府清除了凡文儒節並且降低了相關成本 5G技術有望為未來互聯網的支柱 比如提供為當前4G網絡快很多快將近100倍的無縫連接 改變每一個行業的面貌 其中包括武器業還有製造業 而5G的速度和容量或可讓無人駕駛汽車 機器人管理工廠聯網心臟起搏器等方面的創新成為可能 而中國政府官員表示中國已經有超過8萬個5G紅機站 他們說到今年年底中國將大概有13萬個5G基站 而伯恩斯坦研究估計韓國將以七點五萬個排在第二位 美國會以一萬個列在第三位 而週四之前中國三大移動運營商表示 他們已經有超過一千萬5G套餐預約用戶 伯恩斯坦的分析師估計到二零二零年底 中國的5G用戶將達到一點二億 到二零二一年底將達到四點六五億 他說5G確實要到二零二零年或者到二零二一年才會成氣候 但是對於早期進入者來說將會有更多的機會 而中國官員在週四在北京出席一個電線行業會議時表示 最便宜的5G套餐大概是人民幣一百二十八元一月 包含三十GB的數據流量 中國今年早些時候加快了5G建設步伐 這應該會讓華為公司受益 華為是中國基站硬件還有智能手機生產巨頭 而美國政府出於對監視活動的擔憂正試圖使公司在全球列入黑名單 電信行業高管表示中國的無線運營商從華為獲得大部分設備 分析人士表示美國限制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零部件 這一措施可能會使這家中國公司更難製造電信設備 但是華為說公司已經採取措施盡量減少這些限制帶來的影響 華盛頓方面表示北京方面可能命令華為利用其生產的電子 設備監視封國網絡或者使其癱瘓 華為方面否認了這一指控 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五月份也以國家安全為由 拒絕了中國移動美國分公司提供國際電話還有其他服務的申請 中國移動的一名律師在申請被駁回前說 這種擔憂是由美中緊張局勢引起的 截至九月份中國移動擁有九點四二億移動用戶 是全球用戶最多的無線運營商 其規模比中國電信還有中國聯通的總和還要大 後兩家公司正在聯合建設5G網絡 這種合作關係應該能夠節約成本加快建設速度 最後要為您帶來一條跟P2P相關的消息 文章來自彭博社 知情人士介紹說中國金融中心的監管機構已經下令 上海四十多家點對點P2P貸方退出該業務 這是對業務的最新打擊 知情人士表示 在最近與上海金融服務局舉行的會議上 有人告知包括平安支持的陸金所 還有點融網在內的一些全國最大平台 停止發行新產品並終止現有的點對點貸款服務 事態發展表明中國決心改革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擁有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的未成貸款 高峰期時有五千萬以上的投資者 但是受到欺詐還有違約的困擾 在習近平主席嚴厲打擊金融風險之後 即使是這個行業最大的參與者也無法倖免 上海金融服務辦公室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而在平安保險公司的支持下 點融還有陸金所代表均未置評 上海網際網際機構周三否認了媒體報導 稱該市的P2P平台簽署了終止其業務的協議 知情人士表示監管機構沒有給出最後期限 就與平台進行了口頭溝通 中國的P2P部門誕生於放鬆管制的浪潮中 催生了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 此類在線待放旨在通過為小額借款人提供新的融資渠道 並通過允許蠢戶獲得兩位數的收益來提高包容性 而當局的鎮壓行動使得成千上萬的個人投資者陷入財務困境 根據中國銀行業還有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數據 今年前九個月大概有一千二百家銀行關閉 而未償貸款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 總部位於上海的研究公司數據顯示 截至九月全國約有六百家貸方在運作 低於高峰時的六千家 而華旗集團分析師在十一月估計只有大約五十個可以生存 即便如此這樣一個預測也可能過於樂觀了 因為中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底推出了複雜的註冊流程 來清理這個行業 而上海官員確定的一百六十個問題領域 比如超高利益 資金濫用還有誇大回報數字等等問題 而尚未有P2P代方通過這樣一個過程流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且繼續關注本臺的其他節目